大家好 朋友们 现在是下午的13点11分哈 刚才我看见那个小伙子应该是北京北部山区 是吧 那有山 从那村 从那院子 从那个街 能看到远处的山 我估计是怀柔之类的地方 很多人或者昌平啊 都愿意找那个山清水秀的地儿啊 北京呢 没有海 大家呢 是吧 人者乐山 智者乐海 这都是人者 都是仁慈的人 有爱心的人 善良的人 对吧 这个在山根 弄个小院 是吧 自个儿装修装修 都花了不少钱 真的 我就说一个当权者 这么的冷酷 对待自己的人民 没有一点人性 没有一点人味 没有一点人心 我只能说这些人都是畜生 真的都是畜生 我之前做节目 我说过好几次强调 如果有错 不应该给他产权证 不应该给他那红本 那你们内部去协调 你们谁犯的错 由这个人 由这个部门 由这个机构来赔偿 对吗 这才说得通 你们有错 你们让老百姓来买单 而且很多人在这弄了个房子 又装修 又折腾 他还有其他能力吗 他有没有能力 你们也不能这么做呀 他如果在城里能买一个大三居什么的 他还跑到郊区吗 对吗 这些人本身已经是被城市 被北京这种超大型城市的高房价给淘汰 给挤压到农村 挤压到山区去的人 你还逼他 对吧 前一段那个瓦窑村 昌平区 刘村镇 连那个中共早期的最高领导人 李立三在那弄的房子 是不是 当初邀请人家去的 李立三的女儿 好像是北外的教授 李立三的外孙 对吧 连他们的房子都给强拆掉了 你说你们有人味吗 你们干的事 你这个土地财政不断的在土地上搜刮人民 对吧 占有农民的土地 这很多住宅小区 商品房都是农民的土地 你像我在旺京那房子 原来就是人家猴装大队的南湖渠乡猴装大队的砖窑 对吧 你说你这有道理吗 丝毫没道理 你看看北京的事 我们再看看上海的事 上海这儿爆发了武装冲突 看一看 那现在 黄埔局政府重当开发商打手 强强我家私有财图 违法动线 侵犯宪法 护权法 我家誓死保卫家园 愿何入侵敌人同归于尽 董家渡三号立法 被皇军政府卖给内存集团 开发商囤秘20年 现在皇军政府重当开发商打手 悄悄我家私有的作用 违法动线 侵犯宪法 护权法 国家室 保卫家园 愿何入侵敌人同归于尽 是吧 这个叫黄浦区 这个白渡桥 这个白渡桥 有个上海有个外白渡桥 我还路过过啊 93年我在上海工作过 这个不知道这哥们从上面往下撒的这个 这个这个黄色偏红的这个粉末是什么东西 哎 中国人真可怜 说实话 我们就是想反抗 我们没有东西啊 我们没有家伙事啊 是吧 如果像美国的可以合法持枪 是吧 西班牙也能合法持枪 虽然他有一些限制啊 说你的子弹弹尖和你的枪要分开放 那我需要的时候我要组装起来 我要经过训练 那熟练的话 几秒钟我不就组装起来了吗 我还是能够反抗的呀 你在中国老百姓手无腹肌之力 不是他没有 不是手无腹肌之力 是他没有家伙事 他没有一个武器 其实就这么简单 有了枪 你来我家强拆试试 当年我搞业委会的时候 我说过啊 他们11个政府官员 我一个人跟我对话 啊 也可以理解成威胁 谈判 怎么说都行 他们也偷偷给我录音 对吧 有一个成建科的副科长 不是成建科 社区办的副科长 给我录音 后来他们把那录音 还给媒体记者 给他们播放 也挑拨我和记者的关系 对吧 那说实话 我当时是说了 我说你们人人都有软肋 我是威胁他们了 我说你们都是贪官 然后那办事处 那个主任 疏一大背头跟流氓似的 也是北京人 崇文的 原来住崇文区 然后然后他说 你也有软肋 我说我东城的 他说我崇文的 我说我胡同里长大的 他说我也胡同里长大的 我说我住安定门 他说我住崇文门 我们俩针锋相对 后来我说你们都有软肋 然后这个臭流氓 这书大背头 就是一脸流氓相 长得就像流氓 这办事处主任 说你也有软肋 你的软肋 是你的老婆孩子 你看了吗 直接威胁我 这是办事处主任 一个正处级干部 你的软肋 是你老婆孩子 我当时急了 我说我老婆孩子 要有问题 我弄死你们在场的 三个到五个 当时派出所所长 也在那 派出所所长 装没听见 闭着眼睛 跟着闭目养神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他们心知肚明 派出所所长 也是被迫的 派出所所长姓潘 是一个军队 转业的一个团级干部 转业到地方来的 转业干部 军队的干部 很多都到派出所 城管 全到这个 然后他 其实明白怎么回事 为什么呢 作为同一级单位 表面上他们是同级单位 但是派出所的经费 要是有缺口 缺钱 接到办事处 给他们钱 逢年过节 还单给他们过年费 什么的 过节费 所以他不得罪他 但是我这事 他也没太过分 因为我这事 当年惊动了 北京市市公安局了 惊动了市局了 我搞的动静比较大 他们也比较的投鼠忌器 那是08年09年 那个年代 十多年前了 十一二年前 他们还算是比较收敛 最近的七八年 混蛋就加个更字 畜生加个更字 我那个年代 他们对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 就是说 胡的时期 胡温时期 如果你真是跟共产党体制作对 那一直就不饶你 但是像我们这种搞维权的 说实话 那个08年09年 他们还是投鼠忌器 有所顾忌 还要是说的好听一点 还是手下留情了 真的 当年我还是挺勇敢的 这个我们在小区里搞宣传活动 这个来警察警车 我当时也比较勇敢 我们拉着横幅 然后这有桌子 有扩音器 跟那个全体业主搞宣传 警察来了 物业报的警 物业报的警 就那小子 现在还当我们的物业总经理了 然后 我一看那警车来了 那警察一条腿迈下来 第二条腿还没下来 那警察姓张 长的吧 跟就是一张汉族人的脸 纯汉族人的脸 但是眼珠 是发绿啊 还是发蓝 还是发灰啊 反正眼珠 不像我这种褐色眼珠 就是汉人的典型的汉人长相 他那眼珠特奇怪 他一条腿刚迈下来 我蹭就冲过去了 我说你来干嘛来了 有事吗 完了他说 有人报警 说你们非法集会 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一句话说 你们在这集会 物业知道吗 马上就让我抓着把柄了 抓着小辫子了 我立马就吼起来了 我说凭什么让物业知道 这没有他一草一木 连物业的办公室 都是我们全体业主花钱买的 我说凭什么 然后我们那帮邻居呼一家伙 就给这警察包围了 给他弄得相当尴尬 后来这个物业那个 物业的那个客服部的经理 现在这小子是总经理了 一个山东人 娶了一个北京媳妇 也住我们那附近了 然后他就来了 还带着一个人 带着他手下一个小孩 我一看他来 我就骂他 我不点他名 我就冲他吼 后来有一次警察又来了 后来有一次警察还是从南门 我在小区里边正在搞维权活动 警察又来了 我看见警车 警车开进来了 我直接迎着警车就过去了 然后我冲着那警察说 我说是找我吗 那警察点点头 没说话 然后那警车无声无息的 就退回去了 因为小区那路他只能倒车 倒车 他就倒回去了 特别逗我当时觉得 警察一来 我说是找我吗 点了点头 没说话 然后车就倒车就走了 哎呀 有点意思 后来那个居委会搞那选举 我也找居委会去了 我说我也要当居委会主任 我说你剥夺了我的选举权 被选举权 参与权 知情权 至少四五项权力 我说把你那个所谓的会议记录 给我看 给我看了 我说你们有有程序吗 有 说我们开会了 有选举委员会 我说你开会找这么十几个 二十几个老头老太太 我说你没有合法性依据 我说这小区里边一千三百户 一千二百九十五户 是吧 四五千人 我说你们二十多个人就决定了 居委会的人选 我说你这完全是不正义的 我说我这要拿走 我要复印去 而且我还要告你 我就拿出去复印 然后就告他们 后来把那主任给吓得不干了 辞职了 后来他们又贴出一个什么当选公告 我拿出一个那个大粗笔 那个墨水笔 我在上面写 我说你们是非法的 这是无效的 没五分钟警察电话就打来了 有点意思啊 说这些啊 就不免有点激动 真的是 不说了 不说了 谢谢大家啊 这个经常回忆起过去的事 也为那些啊 就是最近七八年 这个形势在逆转 在更加的被打压 更加的严酷 严苛 严厉 更加的生存空间 老百姓的生存空间 维权的空间 正在限缩当中 这些人啊 这么大的风险 还在维护自己的权益 不管是为自己 还是为他人 这些人比我们那一波啊 比我们零几年那波的 更勇敢 也更不容易 还是要给这些人点赞 给这些人数大母哥 这是我的真心话 这些人都不确定 这个人都不确定 这些人 看 看